你知道黃河有幾道彎嗎 不管你的答案是什麼 這裡就是最後一道彎 現在是在河南開封的蘭康 景觀雖然美麗 對當地來說這可不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聽說黃河經過這邊帶來的三害 第一害就是封殺 第二害就是岩檢 第三害就是內澆 那我們具體來說 怎麼樣去處理這三害呢 來我請來一個當地非常專業的人家 來小姐姐來請進 我們這裡封殺的辦法就是翻芋鴨沙 因為我們蘭康的土地結構是分為三層 第一層表面是沙土地 第二層還是淤泥 第三層還是沙土地 所以我們需要動用人工 把第二層的淤土給它挖出來 翻上來 所以翻芋鴨沙 這樣就好重東西了 對 還有一個就是貼膏藥 因為我們這個是個封殺口 平時這個封吹 這個封殺特別的大 所以它會慢慢堆積下來 成那個小山谷 所以我們也需要在別的地方 把這個淤泥挖出來之後 用架子車 人力來把這個衣土 給它裝在架子車上 蓋在這個沙丘上面 這叫貼膏藥 還有一個紮針 紮針就是種樹 種樹嗎 他們的這個名詞都很形象 你想像都非常清楚的 可以展現在你眼前 我們老百姓的 這些很容易來理解 災害過去有災害 現在沒有 那過去的災害是怎麼樣的 現在就是滿潭了 特別這個光河水都長出來了 滿潭 一滿潭 那裝也就完了嘛 現在我們就再也不受 黃河的水患所害了是嗎 對對對 因為我們這 辦法用上了之後 封殺之主了 黃河有六次的大感到對不對 然後在蘭考這個地方就有 受到很大很大的這個衝擊 那雖然說呢在地理位置上 在生活上給我們帶來那麼多的不便 可是各位 你從航拍啊 往下看的話 其實呢 這真的是一道很美麗的彎 這也是大自然帶給我們的一個 豐富的景觀的呈現